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三台沙日冷气点赞 分享 订阅 多谢大家 这一节为什么突发呢? 其实这头我们录完第四节那头 那头突然出了一条新闻 久违了的金将军 突然又重出江湖 说那些人声传 你金将军已经不在了 是啊又说他是植物人 brain dead 那些人 由心脏病手术失败到这个叫做 证明了金将军是如神一样 他是由老死亡突然间可以跳出来 跟着跟大家打招呼见过面 是啊 大统领 彼岸的大统领 我这边南边那位就说 好像说我见过中国 我见过中国 是创造十九个证据 不过我不告诉你一样 他对于大统领 金将军 他对于金将军的情况 他说我知道金将军的情况 不过我也不能告诉你 他好像世界上什么都知道 然后告诉大家 不过我不告诉你 我什么都知道 打嘴炮 其实就是这个人 你每说什么都要赢的 要赢到人才能安乐 这人都一把年多了 只不过是把口赢人家有什么用呢 是啊 现在金将军最新的消息 就说他去了一间 影约里面说没有照片 那些脱北者 那些刚刚我看见 那些脱北者的那些新闻 就是有一个议员 是脱北者议员 是南韩的 当然不会是北韩的 那大大声说 金将军已经死了九成九 这样说 谁知道现在就扔一条新闻出来 他还在那里 就是这样 而且去探望一间工厂的 去访问了一间工厂 今天看到有很多黄人 有网台那些都说他死了九成九了 结果 炒车 这样咯 嗯 嗯 那 就是 现在的情 那 那社长的台仰你们怎么看 之前有个人叫做宋 不是宋 是秦峰 那他就是李绍兴的亲戚 就是前外交部的亲戚 这个金仔就会死的 那时候4月24日 那我们4月26日已经笑这条八婆了 这条八婆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 这些人弄坏了香港的袋 这些人弄坏了香港的袋 也弄坏了李绍兴的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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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差不多了 哎呀 真的 真是 这样都行的 真是 你 就是 其实 他个个个都是这样的 那么有趣的 那么喜欢真的冲出来什么 哈哈哈哈 喂 192个钟 差不多200个钟 刚才我们都说 哎呀 你想想 这个人应该冲出来 道歉 哇 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只是 他没有说人家死了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我说你们等着而已 那 那 证明我对 他可以说 你看 那个个钟他都没去 证明我都是对 我没有说他死了 这些就是缩骨了 哈哈哈哈 但是最大事的是 当他这条片一出 他这段声明一出 我第一个见 我是第一个留意到 这个呢 是 日常电报 好像是 日常电报 英国 郵报 是吧 那些全部都去报 那他那个叫 结果就令到他那间电视台 声明大噪 那现在当然是大噪 都是一股臭味那种 就是 就是 他们那个形容 阿金将冠不在那 那个说 那个形容就是说 这个内地媒体 一个类似于官媒的 说他不在那 就是用了这个巡峰 这个东西来说 嗯 嗯 嗯 他就惨了 就是他这次这样说 都可以算得上是厂一个大祸 他拆边球而已 假装拆边球 我说是这样的 是 有什么意义呢 你拆这些边球 你自己都没证明到的资讯 你作为一个传媒机构的人 你 就是 那些赌局呢 一输了 你是陪了 陪了一间公司的声誉 不是陪你自己一个人的声誉 是不是有些人的赌仔心态呢 做新闻也有一种赌仔心态呢 最主要是厉害厉害厉害的嘛 喂 大哥 如果他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 原来有间亦叫香港为时 好吗 厉害厉害厉害的呢 是那些黄友骗的 就不是你们做的 那些黄友就说什么 又说以垂毅啦 跟着又说解放军要在鸭陆江边 准备待命进去接管北韩 那些人就是这样说的 哈哈 好笑啊 其实整件事 你想想 昨天啊 什麽什麽疑啊 他出了一条更好笑 哈哈哈哈 就看到他封面之后 哈哈哈哈 中招激战 啊 出发 大陆传出 中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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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是部长的 宋陶秘虎 军方派出 三次特总部 强创北韩 营救失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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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讲科普一下 中联部究竟是什麽呢 那其实大家知道呢 内地呢 就 国家有一套东西 那党又有一套东西的 那 譬如 举个例子呢 国防部 那这个就是国家的部门啊 那但是呢 党的 对应机关呢 就叫做中央军委 那 譬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就是人社部啦 那 那 在这个党的对应机关呢 就叫做中组部 好了 那 廣电新闻出版局 这个是国家机构 党的对应机构 就是中宣部 那 那司法部 这个是国家机构啦 那 党的 党的 就是部门呢 就叫做政法委 那 监察部 就是这个是国家机构啦 监督监 那 国家对应的部门 就叫做中纪委 是 那 外交部呢 的党的对应部门呢 就叫做中联部 那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名字叫做 那 那职责呢 就是 中央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跟踪这个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 向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和对策性的建议 那 那也都受这个党中央委托呢 负责中国共产党和外国政党政治组织的交往和联络工作 那 协调和规口管理呢 就是中央直属机构和各省自治区 即使党委有关对外交的工作的 明白吗 即是中联部呢就代表党 这个外交部呢就代表中国政府的 嗯 除非是接受别人的邀请而已 即是其实呢 那时候呢 我们现在的总理呢 都有去和中联部的人接触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边是工党政府 现在 其实很多工党的人呢 都会和这个 中国内地 即外国工党的人 都会和中国内地有这个接触 除了香港工党之外 香港工党是黑人的 不是真的为勞工 请命的 哈哈哈 香港的工党呢 就只有工党的名字 但是他们就没有那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是 外国工党一般都是这样的 都是慰勞纲有社会主义的思维在这儿的 那我们这里这个政府啦 就是那个总理啦 以前呢 大约十年前呢 都曾经成为这个 世界社会主义青年的领袖的喔 也都曾经在中国考察过几个月这样 是啊 所以他在抗疫就跟着中国的做法 差不多了 还要厉害一些 食肆都不准开 外卖都不准 更辣一些 那不过要讲清楚啊 刚才呢 我说监察部呢 其实是 撤销了的部门 现在要讲清楚 但是呢 他有另外一个 是18年的时候撤销的 那是叫做这个 国家监察委员会 现在的新名叫做 国家监察委员会 还有 是的 要讲清楚先 现在不是叫监察部 肥仍然有个话说我说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 这个是19年之后的部门 因为我说的呢 其实就是凭记忆说的 不过接着我说的好像不是的 因为我看这个 这个学习强国呢 他好像撤销了这个部门 接着我马上看一看 所以 就是 大意就是 通常都是这样的 因为有 就是国家的机关 接着有对应的党的机关 那中联部呢 就是党的机关 但是也都不要跟中联 假扮混乱 这一件事要分析了 哎呀真是 免得有人说我误导人 哎呀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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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说的误导 都是别人误导得多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香港卫视 都很快变压视的了 因为做些这样的事情 撒掉了 一碎了 这些就很难 就是很难翻身 没有人相信你这些说话 所以做传媒最忌就是 最忌就是说了一些坏东西 说错东西 不去承认 其实你不单止现在的传媒 传媒的心态 有倒仔的心态 连很多美国以前的大埔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错东西又不澄清 增热度 因为说假话是特别多人听的 说阴谋论是特别多人看的 还有 阴谋论是一个入门东西来的 就是说真的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很反阴谋论 和反对这个愚蠢呢 就是 阴谋论是会令到人变愚蠢的 而这个入门就是 就是阴谋论 你信了第一个阴谋论之后 你就越来越蠢了 你会中毒的 会觉得是 真的这样 跌了到陷阱里抽离不到 是啊 其实香港犯暴的人 又是不断传一些阴谋论 整天都说到 其实说到内地一定要香港死的 中国内地要香港死 他们很多时候 缓引一些什么呢 就是缓引一些内地网民的那些 仇港言论来说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也都会说一些就是 中央呢 其实一定要弄死香港的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我都跟大家说过 就算其他省市 都不想 就算有可能有其他省市 不想香港好呢 中央都一定想香港好的 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这件事情 但是有些人当然不信 信 有些人还要逼中央 说中央欠他这件 欠他那件 但是 我也不知道 你一听多这些东西 其实对自己的判断能力 是有影响的 就是外国最初 做这些东西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疫苗 疫苗会致病 最初的阴谋论 疫苗是致病的 而且会令到人家 会有自闭症 其实香港有很多 有很多黄人是信这一套的 有很多黄人信这一套 有个女歌声 香港不是有个女歌声 不知道在WhatsApp 就说了一些 又是不信疫苗的说话 就周围被人传 然后就被人笑 外人都会笑 很愚蠢的行为 因为真正要令到一个社会 有群体免疫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疫苗 就是疫苗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疫苗 疫苗是一种可控的感染方式 是 没错 是 疫苗是一种 它是调整过将病毒的力度 变得很低 就是不会太过伤害到人的身体 但是也都将它打入你的身体底下 从这个身体当中产生一种抗体 这种就是疫苗 这种疫苗的方式 都很久的历史了 包括甚至乎在中国 在古代就已经有这种概念 不是在这里 是啊 譬如出痘 小孩出痘 出水痘 就去惹水痘 其实 这些不过当然 这些其实是不可控的方式 因为如果一个小孩惹水痘 惹到另外一个小孩惹水痘 水痘可能都会有后遗症 而且有可能会致命的 其实 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些人说到 真的可以防控到这个疫症 其实说反疫苗这件事 是最初 我看过一个 是最初是 有一个英国或者美国有个医生 那时候他受聘于一班这样的烂鬼律师 想去告一间药厂 于是这个医生就写了一篇东西 反疫苗 假的东西 放了上去医学期刊 后来就被其他人揭发这件事 他就败走 结果他走了去非洲 去骗一些无知的人 结果令到大部分非洲的人 都相信了这件事 他然后出口损内销 走了去意大利 不停地宣扬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 为什么意大利的老人院 那些疫苗的人 死那么多人 这个事是其中一个 而这件事也是全 是的 他这套道理就传了去美国 某部分社区 后来小疑麻痺症 或者麻痴大爆发 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全部就是一些这样的烂鬼律师 是啊 那些烂鬼律师和武医德的医生黄鹿 混在一起来做 有知识的流民是最可恨的 所以这些叫专业人士 根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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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香港那些 法律界的人士 那样 我不是说 一捉高打一船 不是搞了全部 又要说 而是 将法律政治化的人 是浪费气的 其实是破坏香港的法治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 而他们做的事是很可恨 可以说是 我个人觉得 因为他们根本上 是不理香港的社会 那个健康 他们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骗一帮傻子 他们用那些阴谋论来做入门工具 一定就是说 这个法律通过了 我们就会死的了 很糟糕的 这样 有多糟糕啊 不是真的很糟糕 是不是 但是他们 就将所有事情 说到是非常糟糕 说到 这一件事 进入了 譬如这个逃犯修订条例 其实都是阴谋论而已 就是他们现在做到的 就是阴谋论 也是阴谋论来的 逃犯修订条例 它变成反送中 又是令到一帮人突然之间疯狂而已 所以阴谋论是很可恶的 无论你用这个方向去看 根本就是对社会一个危害来的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不应该宣扬这一件事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这一集是不是差不多时间了 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